大家好 老庄长袖化 是这样养护出来的 最关键的还是 土壤 资料想好了 后期养护更轻松 更容易成为老庄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如何 栽培 长袖化 让它快速成老庄 这个小苗是我今年千叉成活的 接下来给它进行移栽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土壤 首先我们一定要选择腐极质含量比较高的 土壤 这个是泥炭土 含有丰富的腐气质 输松透气 饱水饱肥 这个呢 5份 加 3份 花生壳 加2份核杀 主要提到输松透气 选择的花盆不要太大 核适就行了 太大的话容易积水 摘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放出底肥 后期生长的更加旺盛 一摘的时候 底部的叶子 我们先给它去掉 先把它固定一下 拿几个竹签 防止出现倒伏的现象 这样就行了 接下来呢就是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不要急着浇水 过两三天再浇 因为帐篷的时候呢 用的是炒土 好了 喜欢长寿花的花眼门 这样栽培更容易成为老庄 好 再见